货班荣誉勋章的24人中 只有三人仍在世 并出席了颁奖仪式 他们是越战退伍军人 罗德拉、莫里斯和埃雷维亚 他们展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勇气 他们冒着枪林弹雨 爬上坦克 把坦克摧毁 他们掩护战友 让战友得以安全隐蔽 他们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有时甚至短兵相接 为了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 他们坚守阵地 有些人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国会2002年授权复查成千上万份 少数族裔美国人的参战记录 如奥巴马所说 这是为了确保退伍军人的英雄主义 不因歧视而遭忽视 24人获得授勋 就是这次复查的结果 没有任何国家是实权实美的 但在美国 我们能正视我们的不完美 面对有时是痛苦的过去 包括我们曾经不平等地 对待这些 为美国战斗和牺牲的战事 这次获得授勋的人中 很多人曾经得到过 杰出服役十字勋章 但由于歧视而没有被授予美国最高军事奖章荣誉勋章 埃尔伯说 这次因在战斗中拯救战友而被追授 荣誉勋章的克拉维茨是韩战退伍军人 他早就应当获得这么一奖章了 我想至少在犹太社区总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一些人由于身为犹太人而被忽视了 克拉维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一直认为他的表现完全应当得到荣誉勋章 而不仅仅是杰出服役十字勋章 埃尔伯说 尽管美国军队从未明文规定其是少数族裔 但很多战事确实是基于宗教或种族原因而遭忽视 无信的是 在军队里 假如你的指挥官是反犹太主义者 或带有其他什么偏见 你就可能会被忽视 或者被分配去做你不愿意做的工作 军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 这是二战以来同时获得受勋人数最多的一次 1863年至今 共有3000多名美军战士被授予荣誉勋章 斯科特 华盛顿报道